北约作为拥有最多、最强大核武器的军事联盟 近年来大搞麦克风外交 不负责任的渲染中国核威胁 完全是倒打一耙虚伪至极 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 中国在核武器问题上历来采取及其慎重负责任的态度 中国一直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 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无意搞核军备竞赛 中国恪守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无条件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是唯一采取这一政策的核武器国家 请问有哪个北约成员国敢做出这样的承诺 国际社会更有理由对北约核共享安排感到关切 北约通过这一安排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核武库 各别成员国加紧推进核力量现代化 强化所谓的延伸威慑 加剧核扩散与核冲突风险 如果北约成员国真的对减少战略风险 维护战略稳定感兴趣 就应该以实际行动 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和机体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以实际行动促进战略稳定 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